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闹大了。一个转发掀起血雨腥风。 肖战替赵路斯宣传新剧被骂惨。 咱家个来唠唠肖战这玩儿,又双若灼上热搜了。 不过这次可不是啥好事儿,帮赵路斯宣传新剧,直接炸了锅。 想想当年,肖战那可是被全网黑的体无完肤,赵路斯这妹子呢? 偏偏在那阶骨眼上,又是表白又是发美图,整得跟没事儿人似的,热度蹭蹭涨,可把肖战的粉丝气得够呛。 后来于正内涵他是绿茶,虽然他说是被盗号,但谁姓啊? 茶姐这名号就这么传开了。 从那以后,俩人就跟陌生人似的,粉丝更是见面就掐,跟乌眼鸡似的。 好家伙,这都四年过去了,肖战突然给赵路斯宣传新剧,粉丝和吃瓜群众都傻眼了。 说他这是杯子粉丝。 咱的说,肖战这顶刘真不是盖的,一个转发顶得上千万宣发。 那热搜爆的,几个月没这么热闹的平台都活过来了。 赵路斯这句有没有人看不知道,但热度肯定是有了。 不过,骂肖战的那些人,是不是有点儿戏惊上身了? 娱乐圈这地方,本来就是个名利场。 哪有啥永远的朋友和敌人? 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,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的。 肖战这孩子,没啥背景,全靠自己打拼,走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 电影圈那更是龙坛虎穴,谁知道啥时候会被捅刀子。 多个朋友多条路吗? 说句老话,您得罪君子,不得罪小人。 我不是说谁是小人,别对号入座哈。 成年人的世界,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? 还不是权衡利弊,见机形势。 想想,要是你处在肖战的位置,你会怎么做呢? 帮还是不帮? 这还真是个难题啊。